打仗的时候就把老百姓的门板卸下了 台商员 过去开始抬土 打完仗了以后 把那门板缓缓去 刘元至今仍然还记得 父亲对自己说过的话 我们中国啊 打了几十年的仗 我们需要和平 需要至少几十年的和平 我们需要经济 需要改变当前落后的局面 刘少奇之后的所有行动 都是基于他的这种观点 曾经刘元觉得自己的父亲是没有错的 但是当他真的从北京的高墙大院 来到山西的乡村牛卷之后 他对自己曾经无比坚固的观点 产生了更调 后来刘元在我的父亲刘少奇中时 他的一生的错误有两个 都是源自不怕坚持真理和长期积累造成 第一件就是大跃进和之后三年的调整不力 第二件就是当初的动荡岁月 他一开始就很不认真 很不理解 很不得力 很快又开始抵制 但是却又收小审美 他没能够阻止浩劫 我想这是一种失职吧 明白了这个道理后的刘元一路是谨小审美 从新乡县 郑州市再到河南省 有人说刘元是做非计 但是亲死实际情况的人 都说刘元是个扛大包的 郑州旧城改造 郑州火车站广场 刘元是靠一路干实事 从小县长当他的副省长 刘元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 他想到父亲那天 最大的幸福啊 就是取得人民的信任 这可不容易 此时的刘元深刻的理解不容易那三个字 刘元在河南省一直主抓的后勤工作 和生产建设工作 这也使得他在1992年 调入武警部队后勤 几十年过去 刘元终于回到他心心念念的军队 也实现了年少时的理想 2009年 刘元升任上将 已经官居高位了他 却总是说的 我是普通人 也是普通病 无论走到哪里 我最大的愿望只有一个 那就是能够多为百姓们做些什么 好了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更多的移民历史故事 尽在账户主义 点通向寄负过他 我们下期再见